好久没有看书了 最近我们聊了很多别的本地的疫情 什么就很久没有看书 今天我们来聊一本书 这本书是我 应该是两三年前去台湾当时买的一本书 很有意思 我觉得它这个题材很好 因为台湾大家知道 台湾小吃多么的知名 多么的出名 而且夜市又是一个 能够非常突出小吃 这种非常有气氛的一个地方 台湾的夜市多么多么的知名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 就是这种夜市的这些商贩 他们非常非常真的会炒作包装自己 就把一个其实很普通的东西 会弄到很吸引人 这个不是说不对 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商业化 这方面真的是很强 所以台湾的 或者讲台湾的行销能力真的非常强 我记得我去台湾的夜市 一开始最吸引我的就是什么 大肠包小肠 一开始我说好好奇 什么大肠包小肠 然后后来真正我吃了一下 原来这个 但具体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已经忘了 我还是比较 比较能够记忆中介 真正的什么杜晓月 什么面 什么之类的 大肠包小肠 你会发现 过后不过如此 你就会有点失落 但是夜市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题材 因为有那种很人气非常旺 所以这本书呢 其实真的是 其实选的题材非常好 而且它是用一种什么方式 用一种画卷的方式 就是古代中国那种那种画方式 就是一个画卷 一个折子 慢慢慢慢展开 你看 慢慢慢慢展开 就是有一道长廊 这个书真的是有一个抱怨 就是它这个设计的 就是虽然是用这种 我们一下一下来讲 就是它好的地方 它是用画卷设计的 所以你就会一直连着看下去 看下去 这是一个我们古人啊 古人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看 什么清明上河图 慢慢慢慢卷 这边卷开来 这边展开来 另外一边卷起来 这样一路有这个故事看下去 这才是真正的故事线 所以我们古人真的是太棒了 就是做了一个画卷的 而且是应该是台湾本地的这个画家 它画的就是很有 我讲古风也有点太古了 就是很有上个世纪那种画风 就是你看的不是很精美 但是它有一定意思的 这么一种风格 但是呢 我这本书还是有一些不满意 就是鸡蛋里挑骨头 我觉得首先 虽然折的这个真的很好 可是它设计的人 人并不是非常容易拿 像刚才我也跌了 我基本上 我看十次 有七次 它都要跌一次 跌到地上 都哇哇哇 斩一大片 我们不是这个折子 不是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等一下我就可以看 我还有另外一本书 我就会好很多 另外一个我觉得 它做的美中不足吧 就是我觉得这种画风呢 我不懂是它题材选择 还是画风的原因 就是让我觉得说千人一面 就是你在这边看 发生了这几个人在吃西瓜 这边有游客什么 但你过两夜还是这样的 再过两夜还是这样的 就是你这样这么多折 并没有一个东西在演进 在推进 没有一个故事在发生 也没有一个兴趣点 就是你打开这一折 你不知道兴趣点在哪里 你不知道哪里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一下抓住我的眼睛 你就是看好多人 好多摊位 好多人好多摊 有这个摊 有卖这个 有卖这个 然后我觉得和它画风有关的原因是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精细的工笔 我们讲有点像传统那种工笔画 就是它画得很精细的那种 就是能够让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一下就抓住你了 它也是这种很泛泛的画风 所以你就觉得我觉得重点就抓不到 所以它有十多页 可是你其实看了两三页之后 你就觉得有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感觉 东西就是不要比较 一比较你就会 就真的是很残酷的 一比较你就会觉得 哇真的是差很多 我为什么讲说 我有看过那种 不会摔跤的这种折子的 就是这一种 清明上合图 这是三连出版社的 清明上合图这种题材出了很多了嘛 大家每次都是出这种折子的嘛 对吧 但是这个处理的呢 因为它外面带了一个壳 外面带了一个壳 外面带了一个壳 这个绣掉了 就是没掉了 外面带了一个壳 但是它这个折子在里面 这样子你就看的话 就有一个套子在外面 你不会觉得它东西会掉掉 然后你就会 而且我觉得清明上合图 好的就是因为清明上合图 就是以前的 我觉得其实风俗画 用在这个上面才对的 只是现在风俗画异化了 因为被日本用的这个风俗画 就变成好像 其实我觉得就是民间的这种画 就这种普通的 就应该叫风俗画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因为它画的第一很细 第二它每一页 或者每一个画面 它都有兴趣点 有一个故事发生 你就会很想看下去 看下去看下去 哦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里发生了什么 就我个人啊 我个人很喜欢看那种 东西画得很满 又画得很精细 就是你随便看一个点 都有的看 有很多发现这种感觉 所以当然清明上合图 如果我们拿清明上合图 和这个来比 这是不公平的吧 就是这是一个 他们是不同量级的 但是我就觉得说 这是清明上合图 好的地方 它抓人的地方 它为什么会流传 这么久的原因呢 像这样的 所以其实这种 中国传统的这种画卷 其实真的是很有意思的 我手上还有一本 这个就是 安洁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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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一个漫画家 就是它有这么一个系列 就是什么什么绘本 旅行绘本 还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是我买的是日文版 然后它这里面就画了各个 它去各个国家 各个国家就综合各个国家的 那个传统的故事啊 或者各个国家特别的景点啊 什么知名的事件啊 它就画出来 我觉得这个系列真的画得真的很美 它也是长卷式的 只不过它是一页页 而且这所谓的长卷并没有接起来 有的是接起来的 有的是没有接起来的 但是我觉得不影响你观看 你还是会看着觉得像一个长卷 而且会跟着这个旅程啊 觉得它从这里跑到这边了 下面又发生了 下面是又一个新的世界 新的事件 然后你就会看到 哦 这里是怎么样了 这里发生了什么 而且它会捕捉那种动态感 就是它好像正好一个什么事情发生 就好像照片抓住了 体育摄影那种 抓住了一个动作的瞬间 你会觉得 哦 它正好停在那里 然后觉得很紧张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系列 它有实际本卡 我全部都用买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 画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 有时候它可能不只是画 它是一个说故事的能力 说故事能力 这个真的是很多贯穿 比如说我们讲话也是说故事的能力 那像我们做电视节目 我做片子也是说故事的能力 甚至你和别人扯淡聊天 王大妈能和那个 能和这个什么李二姐 吵架吵半天 也说故事能力 你要能够通过你的讲述 把周围的人感染 然后能够和你同仇敌开的去打李二姐 对不对 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画家 我没有批评这个画家的意思 就是说 作为一本成功的书 它有很多因素的 像这种的我觉得真的很成功 是因为它不但画得好 而且它内容构思的很好 它有那种说故事的能力 当然清明上课读 我们就不要讲了 也是因为它流传了这么久了 它本身已经有形成了 很非常非常城市化 非常非常好的一些经验下来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了这本夜市 前两天我看这本夜市 一个感受 希望 应该是台湾本土的画家 希望大家都能够进步吧 然后能有更好的作品出来 好 拜拜